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SI卡艾车区 我是Andy老爹 我们这一次是试 顶规旗舰 3.3涡轮 而且重点是 我们今天因为是小改 我们先试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做完整的新车试驾 我跟各位做一些重点式的报告 我先来讲在外观部分 我个人很喜欢的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双投射式的LED大灯 第二个非常帅气的车头造型 而且我告诉你它的车高只有1米4 算是车高非常低的一个四门轿跑 好来第三个引擎开 上面有两个开孔的这个装饰 没有真的散热效果 但至少看上去战斗力100 再来第四个19寸的铝圈 第五个Brembo的前四后二的刹车卡钳 配上大尺寸的碟盘 已经把你配好了 不用再另外花钱改 再来电子式的悬吊 再加上AWD四轮传动系统 这也是非常有利于 你在弯道里面去做速度跑单圈的 另外一个我要讲就是 它这个胎前后配 前225-40-19 后255-35-19 这个是Continental的跑胎 是CS-C5 但有个好处 因为它配的这个尺寸呢 是非常通用的尺寸 所以当你日后轮胎磨完 你要换轮胎的时候 轮胎的成本相对是比较低的 好来看一下车尾 车尾几个我喜欢的 第一个贯穿式LED刀锋造型的尾灯帅气 下方呢则有这个双边双出 总共有四个排气管的一个跑格 非常浓厚的一个造型 再加上这边有一些除了原本的水泥灰的车色之外 下方用这个黑色的这个颜色来做装饰 所以会让它的车尾造型变得比较低扁 有一个东西有个功能 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很好用 你只要拿着这个车钥匙 只要可以遥控的到这部车的距离 我刚试过 你看在那个远处有没有 那个进弯点 我在那边都可以遥控的到 你就可以让车子干嘛 静止的时候就可以发动 先发动 那发动要干嘛呢 就是先冷房啊 比如说像今天天气这么热 你可以先把温度降下来 然后再一起上车 是不是就很爽快 对不对 操作方式很简单 按一下锁门 按上去之后 马上按后 按三秒 注意看 诶 有发动了 这时候你可能等个30秒1分钟 车内不这么热的时候 你就可以上车 好 那在上车前呢 也请大家都给我们SI卡 频道多一点支持 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谢谢 好 我告诉你 New Stinger内装满满的热血配备 我一定要一个一个介绍 但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 车子这个借车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能重点是跟各位报告 来这张椅子注意看 大面积的脊皮材质 跟两旁的这个皮革 非常有质感 而且重点是它有很多车缝线 包含前方的你看整个中控台 这个仪表旁边有没有 大面积的脊皮再加车缝线 车门翅板也是 连这个旁边的安全带 也配给你红色的一个设定 满满的车缝线包含方向盘 围绕着你 创造一个热血的视觉感受 这第一个 第二个它的这个蝴蝶椅 不好意思是电动的 当你调整到SPORT模式的时候 你会觉得突然你的腰 这边两侧被夹紧 大腿的独立前后支撑 伸长缩短也是电动的 再来方向盘前后上下都可以调整 而且也都是电动的 下方是平靶式的一个设计 这边有个GT的名牌 这个DriveWise Level 2的主动安全 包含像自动跟车 车道偏移 警示 车测盲点 360度环景 也全部都有 全部都标配 那在操作的时候呢 就在方向盘的右侧 后方有换挡拨片 它是固定在方向盘式的 这个也非常不错 前方呢 有一个7寸的这个数位仪表 那当然是呈现了很多资讯 中控台上方 有一个大尺寸的触控 液晶萤幕 那它是用英文来呈现 也OK 那内建了什么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等等 那上方呢 有一个这个无边框的 这个防眩后视镜 再往下看呢 有一些配备 比如说像QI无线充电 线传排档等等 还有一个功能 这两张椅子 除了加热 还有通风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车内的配备 真的是 我非常称赞这两张椅子 看起来帅气 坐起来也热血 好 走我们去试驾去 Go 好 上车 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行车模式 调整到SPORT 这时候呢 你就会感受到 这一张这个 电动蝴蝶椅的功能 先把你的两侧夹紧 方便你在弯道里面 做热血的激烈操架 再来呢 它有这个 车内的模拟声浪 当然原本3.3引擎的声浪 也就很好听了 就它这个声浪呢 也可以让你这个刺激感 车内的这个热血感觉呢 也是直接都翻倍的 我们常讲喔 这欧洲车 你看包含像双B Audi 基本上呢 我们常会讲说 一批一万 来定它的车价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 前面它的直接的竞争对手 不管是这个A5 A7啦 4系列 6系列啦 基本上一批都是一万以上 这个底盘喔 因为这个底盘呢 是B&W前M-Power的技术总监 Kia集团把它挖过来 特别调教的 所以现在Kia集团的旗下的很多车 应该都有操控的DNA 特别是这部New Stinger 它悬吊我刚刚忘了讲 它是电子悬吊 所以呢软硬可调 逼照你的行车模式 当你调整到Comfort的时候 就给你软一点的悬吊 调整到Smart 当然就自动调整啦 那Sport就是给你比较硬的悬吊模式 你的路感就会非常好 但是我要讲一下 它这个路感还带一点Q度 其实做起来是不会死硬的 但是弹跳确实是比较明显 但没办法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这颗引擎呢 它的最大马力有366P 然后最大扭力是52公斤米 0到100的加速呢 只要短短的4.9秒 但如果说你今天买到的是 入门的2.0的版本 其实动力也不错 它的最大马力有255P 最大扭力有36公斤米 0到100的加速是6秒 好所以呢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这部车的底盘 非常的棒 以它的4米8的车长 非常扎实 而且具有欧系的体质 应该讲说 它开起来其实就跟欧洲车 是几乎一模一样 因为它就是整个底盘的科技 跟整个调校 全部都是欧洲的工程师 来帮忙调的 我刚刚讲它的总监 BMW M-Power的前总监来调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车 开起来眼睛闭起来 你真的觉得它就是一部欧洲车 好 刹车力道是够的 你看你这样踩 进弯的时候你会觉得 它的力道其实控制得很好 刹车力而且很线性 但重点就是这个轮胎 你看 我没干嘛 你看我这样顺顺的过弯而已 你看这个轮胎就叫了 注意听 有没有 这个胎不是不好 但是搭配在斯丁格身上 我觉得还可以再提升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更热血 你的单圈要做得更快 弯道里面的极限更高 轮胎可以先升级 当你升级之后 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打通韧度 二脉的感觉 这是我给这辆车的评价 刹车很好 底盘也非常扎实 弯道里面的灵活度非常好玩 所以这部车呢 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220几万 然后你要买一部有四门房车的功能 可以舒适的载着家人 去什么三天两夜去环岛 我觉得斯丁格完全没有问题 但重点是你的老婆小孩 不在车上的时候 你如果满布里面要去跟人家车聚 山道稍微热血一下 我告诉你 New Stinger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当然它的税金有点高 因为超过3000cc 如果把税金的这个余率把它撇掉 基本上它的CP值是非常高的 229万 换到366B 8速的手制排 这个手制排表现也非常出色 该顺的时候很顺 该热血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的顿冲感 这都不错了 这部车呢 98分非常好 而且你看全部都几皮 电子蝴蝶椅什么都有 电子方向盘迎宾模式 赞 有空去试看看 我是Andy老爹 我们下次见 拜 我要再去热血啦 拜 拜拜